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123集 我们造了什么孽呀 白小春也只是看了一眼就赶紧的收回目光 更不用说此刻天空上原本得意洋洋 准备看白小春出丑的麒麟童子了 他已经彻彻底底的傻眼了 甚至都不敢去相信自己如今所看到的一切 他看着那些黑单小人的疯狂 耳边传来的是各种怪叫 各种喘息 各种嘶吼 还顺而夹杂着某些似心满意足后的感叹 这一切的一切 让麒麟身体颤抖 哆嗦中 他使劲的揉了揉眼睛 这不可能 我一定是看错了 嘿嘿嘿 这是幻觉 这一定是幻觉 麒麟童子颤抖中 难难低语 似整个人的人生观 都在这一刻崩溃了 只是当他再三的确定 再三的揉眼睛 抠耳朵之后 看着有没有太多变化的混乱大地 听着比方才还要强烈的声声音浪后 这麒麟童子撕的一声 长长的倒吸口气 意识到 这一切千真万确的他 此刻终于崩溃了 你们 你们可是黑丹一族啊 就连主宰也都忌惮的黑丹一族啊 该死的 你们一定是假的 假的 这麒麟要哭了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过 眼前这个依靠作弊的无耻白小春居然在炼丹上比这些黑丹一族还要恐怖 没事 我一定不会说 黑丹一族之所以强悍 除了炼制各种怪丹外 他们的性格中带着坚韧与绝不屈服 这才是他们的可怕之处 我相信 清醒过来的黑丹一族一定会奋法吐强 一定会重新振作崛起 这一关 绝不会 也绝不可能被通过 麒麟童子不断的给自己鼓劲 自己也都歇斯底里了 实在是白小春的可怕之处 此刻他哪怕不愿承认也都必须要慎重无比的对待 此刻的白小春站在半空中 他看着大地上的混乱有心再加一把料 可摸了摸除袋后不得不遗憾的叹了口气 他的担药实在是不多了 不行啊 我也是药师 太了解药师了 一个成功的药师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性格 以及绝不放弃的品质 更要有种偏执才可 白小春 有些发愁的看着地面上那些黑丹小人 他很清楚 自己可以让这些小人暂时的吃亏 可他们总会有清醒的一天 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若是丹药足够还好 可如今的情况 很有可能是在之后的日子里逐渐的失败 一想到失败在这黑丹一族的小人手中的后果 白小春就打个冷战 不由的吸了口气 思索片刻后 白小春脑海猛的一闪 眼睛刹那亮了一下 他猛的一拍脑袋 眉开眼笑 哈哈 我怎么忘记了 我除了丹药有奇效的优点外 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 那就是炼丹呢 炼丹时出现的各种情况 我以前需要去避免 去压制 可在这里 我需要的 就是意外啊 至于炼他的材料 我虽不多 可这些黑丹一族的小人 必定有啊 白小春想到这里 顿时激动了 他身体瞬间一晃 趁着这些黑丹小人疯狂时 化作一道长虹 立刻就离开此地 直奔那些黑丹小人 一个个部落 所在的山脉而去 事实 也的确如白小春 所判断的样子 这些黑丹小人部落 所在的一处处山脉内 果然存放着 无数的炼丹材料 有兽谷 有草药 还有一些奇异的石头 更有不少白小春 也都没见过之物 在他的观察下 他已然看出 这些物品 看似真实 可实际上 与这关卡一样 都是似真非真 似幻非幻 不过用来炼丹 还是可以的 只是最终炼制的丹药 能否带出去 这是一个问题 不过 现在的白小春 考虑的不是这个 而是要让这黑丹一族 彻底屈服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一关想要过去 就是要让这些 黑丹一族的小人低头啊 白小春深吸口气 展开全宿 在这一条条山脉内 一处处黑丹一族 小人的部落里 将其在奎黄城 敛出的 刮底三尺的本事 完美地施展出来 整个 如同一股 蝗虫之风 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 只是 这里的黑丹一族 部落太多 大大小小 不说无数 也足有数百上千之多 白小春 哪怕有搜刮的本事 也没有足够的时间 一个时辰后 当他搜刮了 近乎七成时 外面大地上 那些黑丹小人 一个个 终于渐渐恢复了意识 他们在清醒后 在察觉之前 这一个时辰 都发生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后 他们所有人 都呆了一下 很快的 一个个就爆发出 比之前一个时辰 更为凄厉的丝毫 我 我要杀了你 卢顶 我们黑丹一族 与你势不两立 你死定了 我发誓 有你 没我黑丹一族 无数的黑丹一族小人 全部都怒吼淘天 似乎他们这一辈子 也都没有如今天 这样的疯狂 这样的怒意惊天 这件事情 对于所有的黑丹一族 小人而言 就是这一生 都无法洗刷的 奇耻大乳 他们此刻 已经顾不得 要把白小纯当炉顶了 他们唯一的念头 就是找到白小纯 将其折磨一万年 甚至为此 他们都各自取出了 或是祖传的 或是自己舍不得用的 绝世怪蛋 一个个杀气滔天 拿出了比毁灭这个世界 还要认真的态度 在这天地内 疯狂的寻找白小纯 可以想象 只要他们找到了 必定就是一场绝世的单战 只是 在这黑丹一族小人发狂时 白小纯早就藏了起来 鉴于最早时 被黑丹一族 发现身影的前车之介 他并非停留在某处 而是移动藏身 听着外面传来的黑丹一族的咆哮 他也心惊肉跳 一方面 对于这些小人的恢复速度感到吃惊 另一方面也不甘心 哼 你们给我等着 我们还没完 白小纯冷哼一声 在其中一处藏身之地 取出之前搜刮来的一个个小丹炉 也不觉得麻烦 又拿出自己厨袋内的不少大丹炉 开始炼丹 不就是吃酒站吗 我怕你们 白小纯一咬牙 双手掐掘 将搜刮来的药草 立刻就分配开来 顿时 他四周大大小小的丹炉 同时震动 一旦炼丹 白小纯 自己就先陷入疯狂 他的双眼赤红 此刻满脑子琢磨的不是承担 而是如何变着花样的出现意外 很快的 当那些黑丹一族 找到白小纯藏身之地时 那一个个丹炉就出现了赤红 甚至有不少都出现了要碎裂的征兆 以往 这一幕出现时 白小纯都会心惊 可如今却是狂喜 朽贼一甩 直接就将这些丹炉 全部扔了出去 也不看具体扔的地方 全部卷出后 顿时炸裂之声 就持续的轰鸣而起 轰隆隆的巨响过后 在那些黑丹小人的怒吼下 白小纯身体一晃 再次离去 出现时 又在了另一处区域藏身 继续炼丹 时间流逝 三天后 黑丹一族的小人们 更为抓狂了 这三天对他们而言 甚至比之前还要折磨 实在是炸丹炉的威力 以及巨响 不断的撼动整个世界 而那丹炉炸开的冲击 又极为狂猛 尤其是白小纯 随身携带的大丹炉 更是对黑丹一族的小人而言 好似惊天动地 不单单是这样 在这炸弹炉持续了三天后 苍穹上开始凝聚出了乌鱼 居然有酸鱼 瓢泼一般落下 那酸鱼落在黑丹一族的小人身上 他们的衣服瞬间就融化 他们的身体 更是出现剧痛 甚至就连大地 也都好似被腐蚀 更不用说那些山峰了 天哪 这哪里是酸鱼 这分明就是毒鱼呀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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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人们纷纷抓狂 一个个怒意更为狂暴时 这酸鱼内出现了紫色的闪电雷霆 这些闪电凭空而出 向着整个大地 轰隆隆的降临 根本就没有停顿的时候 好似扫地一般 呼啸而来 呼啸而过 这就让那些黑丹一族的小人 一个个根本就无法外出 只能躲在山脉内 可很快的 他们就发现 更大的浩劫 已然降临了 那是雾气 从石头缝里钻出的雾气 这些雾气 充满了刺鼻的味道 尤其让黑丹一族崩溃的 是里面居然也有发青丹 与置换丹的部分要效 如此一来 曾经那一个时辰的可怕时光 如今贬成了无时无可 天哪 怎么会这样 不 我要死了 这不可能 我们黑丹一族到底造了什么孽呀 老天爷居然这么惩罚我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